接下来就是cpi cpi的话 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比预期也低一些 那我这里做个就是大胆的判断或者说是预估 就是我觉得下半年的这个通胀可能会超预期的下行 就是下半年的通胀可能会下行的比美联储预计的要来的快 而且来的猛烈一些 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这个通胀里面的现在主要的构成就是住房通胀 这个占的不是三分之一嘛 它有一个很大的滞后性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住房通胀如果是看实时的数据 就新的这个租赁的价格指数现在是在0.8 同比增长是0.8 基本已经就是说进入一个很低的一个区间了 因为这个租金反映在cpi有一个滞后的效应 它反映在cpi里面目前的这个指数是5.55% 所以说随之后面这个时间就是慢慢的滞后效应逐渐作用进来以后 这个cpi它注定还是会往下走的 因为它的占的权重很大 另外就是有滞后效应 这个滞后效应我讲过 差不多滞后一年 因为每次租约它是一年一签的 它不会马上当下的马上反映到cpi里面 它有一个滞后效应 所以从租金的这块来看 我觉得它肯定是下半年来讲 cpi还是会往下走 但如果想超预期的往下走 需要扣除住房以外的服务这块也往下走 也就是需要失业率的上升 如果失业率能上升的话 扣除住房以外的服务它也会往下走 因为目前构成真正对核心通胀起作用的 其实就两大块了 正贡献也就两大块了 就住房这块 还有扣除住房以外的服务就这两块 住房主要就是一个实质效应 扣除住房以外的服务主要就是看失业率 失业率是否上升 所以我觉得下半年cpi继续往下走的 应该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还有就是看季节性 它的季节性的变化 一般来讲第一季度第二季度都会高一点 三四季度都会低一点 像一季度为什么高 因为每一年到一季度的时候 很多费用都会重置 比如说车险 各种保险的价格它都重置了 然后所以就会高一点 像美国的保险 因为占消费的比例也很大 什么车险 住房保险 什么医疗保险 都是很大的开支 就比如说这次今年的车险 车险一下就涨了22.64% 所以说它在一季度对CPI通胀的贡献 也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说综合上面几个原因 我觉得下半年的整个美国 或者全球经济的 发达经济体的通胀问题 我觉得会得到很大的缓解 基本来讲是会 是会向着他们所谓的目标区间2%去走的 去走的 同时走的这个过程中 不排除有一些意外因素 黑天鹅的事件 包括衰退的影响 有可能会超预期的往下走 因为我以前也讲过一个概念 就是说全球央行或者全球政府 最怕的其实不是通胀 大家真正怕的其实是通缩 就是债务通缩的这种境况 远比通胀要可怕得多 当然我指的一般的通胀 不是指的那种像委内瑞拉 像土耳其那些金马波委员那种恶性通胀 我指的是一种相对还算正常合理的通胀 通胀问题其实好解决 只要就是把需求摁下来 通胀总会下去 再加上因为同比基数的原因 它不能天天涨 每月涨涨到天上去 因为基数高了以后自然也就下来 所以说通胀不是真正的大问题 真正大家各国政府其实害怕的还是通缩和债务的问题 尤其是当债务的体量比较庞大的时候 如果再遇到通缩的话 那是非常难解决的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定时直播 那我们下期再见